中國近代百年動蕩 八國聯軍的侵襲 北洋軍閥內衡 日本大舉侵亡 國共內戰 中國人在苦難中掙扎頭傳 可以走的都走實 可以跑的都跑實 他們被迫離鄉別井 飄揚過海 去到陌生而不知名的他鄉 在距離中國七千八百公里 有一個長年受到約疾黃熱鶴亂死亡陰影籠罩著的非洲島國 馬達加斯加 而妻生在這個偏遠賭國上面的中國人 就見證了中國的百年創傷 溫和華大革命活動的時候 很淡的中國 你這麼差勁 你這麼出世 雖然離鄉別井在意度選區外國 但是我們都是防空 我們都嫌無主孫 不再夢本 就算我死腰 人家問你你哪兒家鄉 港東選得 巴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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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故事就正是馬國早期華人的寫字 黎良應,84歲,是廣東信德人,23歲離開鄉下 一眨眼,在馬達加斯加這個貝甲邊站已經生活了60年 這段逛了半個世紀的路,有他辛苦建立的雜貨店連麵包工場 這裏主要賣些甚麼? 這些是雜貨店,這些是雜貨店 約食糊,一半一半一半 這些麵包你們自己做的,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自己做的 來介紹一下這個,麗苗師 你好,你好 這是第二女 這是我老人 這個 麗겠습니다 你好 麗白夫婦經營這間雜貨店已經五十幾年 雜貨店可以說養活了他們兩夫婦 以及養大他們的八個子女 而這裏所賣的 包括各種由中國進口的食品 甚至麵盤、鐵釘都有得賣 這種包羅各類型日常用品的店舖 一直深受當地土人的歡迎 小小離家,二十三歲離開家鄉的禮伯 第一次再回到信德 已經是三十四年以後的時間 我們中國人找食,有火煙豆是有中國人的 過了十八年 過了十八年才第一次回到信德 三十幾年 三十幾年 我們這段年間還舉得忘睡月 這個豆撈在樹枯香 他鄉與故之 禮伯熱情款待我們 黎太太更親自下廚 煮幾道家鄉小菜 黎太廚房請了兩個當地土人為他打理一般雜務 他鄉與故之 禮伯熱情款待我們 煮幾道家鄉小菜 是港幣二百元 而他煮飯還是用中國傳統的方法 燒柴 黎太說用柴煮出來的飯才夠飯味 我們在香港吃的都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臘腸就是本地的 這一餐黎太為我們準備了七菜一湯 清一色都是廣東菜 黎太住在馬國這麼多年 一直都吃不慣馬國菜 四十幾年 他依然堅持吃中國菜 這裡是禮伯 在馬特加斯加的家 整間屋樓高兩層 樓下 主要擺放雜貨店所賣的貨物 樓上就是客廳和睡房 家中的擺設 亦很中國化 我們在那時候 不是想著蹲這麼勸糊 這麼長久 想著找到那天去翻歸 日天我們有個說話 那些老話叫 銀大拉近 怎樣叫銀大拉近 去搭大火全翻歸中國 怎麼知道中國 三盤五盤去到轉正 就轉到亂殺大坑 亂殺大洞 1937年 七七盧蝦奇事件 揭開了八年抗日戰爭的序幕 當年只有23歲的黎白 父母傷亡 八兄弟姊妹 在順德鄉下 生活得非常艱難 我姑母說 你這時候的父母沒錯 我們想著怎樣去解釋 我們沒有怎樣去解釋 我們一種喷嚷的身份 我們以體貼我的話 你唯有希望你 都會有一盆水腳 生逢亂世 黎白就和三個哥哥 坐了個半月船 飄揚過海 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陌生 踏千牛村的豆芳村 乞過廳之後 出了武利靠書 出了武利靠書 後坐六個月就過來 這個馬達加斯加 那時候呢 九八六元摘毀 有沒有想著馬達加斯加是怎樣 那你才過來的 沒有的 初次出來的時候想著 找到武田裡結盤中國 那結果呢 沒想到蹲到今天 有些沒想到 在命底達到今天 六十年前的馬達加斯加 人煙稀小 山林脹氣 蚊蟲隨處都是 是 那你自己有沒有病過 那時候 我呢 說到我的本人 試過本山很多都暈了 為什麼呢 那些人 你聽吧 歐空年 被我過幾月 剛倒滾就哭得 一天 你猜嗎 歐空年 找些兩歲喝 找些架比協 找些生薯血 幫你喝 然後又說 打針 調三歲 他怎麼又這麼嚴重 一心想著 找夠水腳就回鄉下 誰知打完仗之後 又到三返五返 禮伯 無可奈何之下 唯有託鄉下親戚 幫他在唐山找老婆 就憑一張照 就將當年 只有十九歲的黎太 隻身帶過來馬國 為什麼要過來馬國 生活 不知道 父母 有人介紹 他們上班去找對象 有人介紹我們 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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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年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馬達加斯家 是一個什麼環境的地方 沒有 沒有想 你不知道 一球忙什麼 一球忙什麼 你不知道 在幾天結溫 在幾天叫了 綁生雞 在幾天叫綁生雞 在幾天叫綁生雞 在幾天擺酒 結了溫 真的 因為家境清貧 身為家中大家姐的黎太 希望出嫁 可以減輕家人的負擔 有機會 還可以大脅兩個弟弟 離開中國 十幾天在穿樹 十五天 三天去到小女宋 十五天去到新加坡 一切冒犬 真的 運氣了 吃得到東西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到母泡 在母泡等了十五天 乘飛機 然後過來 山場水遠 真是很辛苦 那些狼就跑啊跑啊跑啊跑 吃了一盤 倒了那些菜 那些碗碟更叉 打爛了 有什麼後悔嫁過來啊 沒有 沒有 好 好歡喜 沒有什麼後悔 一段 由盲分瓦架開始的恩怨 在馬達加斯加開花結果 由初到馬國幫人打工 到自己開設雜貨舖 李伯都是用血汗癌回來 而雜貨舖後面就是麵包工場 這個就是麵包 這個就是製造麵包的工作 你什麼時候做一次麵包的? 每天都做還是怎樣? 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單是一個磚爐 李伯 由1948年到1958年 用了近十年的時間 一塊磚 一塊磚 自己慢慢砌出來 之後 他還用了一百萬馬國法郎 在法國買入這一部麵包巷路 當地土人都喜歡吃麵包 李伯的生意總算不錯 整個貝甲邊站 是位於一條大河的旁邊 而每天都有土人經過這條水路 向李伯的雜貨舖賣貨 雖然是這樣 但是李伯的舖頭和家 每年都可能受到河水泛濫的威脅 水浸到哪裏? 水浸到你這裏 浸到這裏 兩米多了 兩米多了 最大是五九年 浸大水 浸大水 這裏總是沒有樓上的 本站的 有些磚印糊 不論土印 不論亞門印 這裏總是沒有樓上的 那裏總是沒有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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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無奈到接受 李伯在馬國一住 就住了六十年 今天八個子女都長大成人 但是李伯始終忘不了一份中國情 對於李伯的下一代來說 他們對中國已經不太認識 而李伯的兒女黎妙禪 更加和一個當地土人 生了三個子女 然後才告訴李伯 其實你不告訴你爸爸 是否怕他反對你和一個土人結婚 都就是了 那你告訴他 你有沒有說怎樣的反應 沒有這樣的 你喜歡女兒就嫁 然後就生了多少個子女 那之後就生了多少個子女 三個子女 現在這個是第幾個子女 第三個子女 第三個子女 他懂不懂講廣東話 即是唐話 懂少少 但是他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阿滿 阿滿 懂不懂寫自己的唐字 我懂 阿淳姐 為什麼你一定要讓孩子 學中文的 阿淳姐 那將來 或者要去到外國 更生闊的 不知會經過唐字 才好 你老公 要講講廣東話 阿淳姐 就要講話 你好 好幾句來看看 你可以說幾句話 你好 你好 爸爸媽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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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不懂說我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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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生根 住了在馬達加斯加 已經有大半個世紀 黎伯華已經適應了這裏的生活方式 順德家鄉已經不再適合她居住 她的親人朋友 事業 全部都在這裏 馬達加斯加 才是她的家 在這裏 我們找到一個 刻著大白宮 三個中文字的墳墓 究竟大白宮是什麽人 這裏 所供奉的 都是一個個 嚇死異鄉的中國人 她的外表 是不折不透的非洲人 但是 就和中國 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爸爸吩咐 一定要回唐山 見家鄉 不適合自己的鄉人 回去讀 讀書 下星期 尋找他鄉的故事 繼續 馬達加斯加的中國情 請問 請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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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